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1日 星期三 在Twitter看到一則消息 其實也不是消息 只是回顧 中共 大張旗鼓的 慶祝他當年 在 解放前 打家劫社 包括打劫銀行的歷史 甚至乎 將這宗歷史 變成一個 像偉人的故事般宣傳 我們 要跟大家說說這宗 叫做 十五勇士 騎襲 鹹江交通銀行 實質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當時福建 福建省委由敏北 轉移到敏中 當時沒有錢 結果就想起打劫銀行 他們 有一隊突擊隊率領十五勇士 去打劫了這個在蒲田 鹹江的交通銀行 得到四百多萬的法幣 以及黃金二十兩 解決了整個省的經濟困難 一宗 打劫銀行的一宗 盜策行為 竟然 變成革命時跡 我認為 可以讓全世界的人參考一下 中共 如何起家 第二 他的創業過程 其實 如果以經濟角度來看 中共的創業 是十分成功的 所以我這一節 當不是跟大家說歷史 我們跟大家說創業 做生意 用一個中國共產黨的角度 去分析一下 如何去做這盤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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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賭神 裡面的陳都仔說 小賭可以養妻活兒 大賭可以創業卿家 錯了 賭錢不可能創業卿家 是不是 要創業卿家 就要學習中國共產黨 就要學習中國共產黨 我會跟大家說兩個故事 這個也是中共 創業卿家 以及 避開握運的一個轉捩點 第一個當然是剛才說的 《十五勇士騎襲涵江交通銀行》 精彩的英雄事跡 這些不是我們作出來的 是中共的黨史 自己寫的 1993年9月 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中共敏捷江邊區史》 江即是 湖南 湖南即是江 根據 原中共 莆田 邊區工委書記郭永昇撰寫的 旗澤銜江交通銀行 中共莆田軟委黨史辦 革命回憶錄旋片 86年2月 確認 1944年 2月29日 是根據他的黨史 將他 發家的其中一個 創業過程告訴大家 1944年2月29日 敏忠特偉 以及遊擊隊 騎襲涵江交通銀行 參戰者是15人 但是15勇士名單沒有完整列出 令到這件事沒有辦法完全還原真相 沒有辦法令到這15個打劫銀行的劫匪名流清史 最近有一個研究發表 《15勇士》這個文章 是福州市 這個 史字網 永泰縣中共福建省委機關清溪駐地為止 由福建省 福州市黨委 做了一個研究 詳細紀錄 紀錄了一個敏忠特偉領導王國璋 他帶領了 一班人 蔡文煥率領郭永昇 陳水仙等15個隊員 組成一隊 精幹的突擊隊 由清溪出發 其襲國民黨的 鹹江交通銀行 15位參戰者列出4個 其中蔡文煥 郭永昇屬於 5列 與他無關的 其他13人隻字沒有看 另外 署了一本書 《是非評說王國璋》 是中國文言出版時出版的 05年7月 當時他就說 騎襲涵江江的交通銀行 發生了 整個事件 他們 王國璋親自出馬 挑選了15個智勇雙傳的戰士參加 裏面有名單 很詳細的 蔡文煥 張百亭 蔡木耳 黃梅英 邱子國 康金樹 張作舟 郭永昇 很多個 那麼 這個真實性人不知道 我們就告訴大家當時怎麼做 他說 抗戰勝利 前一年 1944年 國民黨 極力鎮壓各地的抗引活動 對當時的人民遊擊隊的供給十分困難 所以要打劫銀行 他們接受黨省委的指示 決定襲擊 在咸江的 國民黨交通銀行 解決這個經費困難 打劫銀行成為了他們 正當的途徑 當時駐咸江的國民黨武裝有省保安團 嚴兵大隊 縣的自衛隊以及警察600多人 此外還有便衣特務四處活動 所以黨決定 化妝旗襲 這個交通銀行 好了 當時的2月 黨派遣國金前往 鹹江和地下工作人員 蔡牧爾聯繫 摸清情況 知道國民黨進綱行政督察專員 派員 去鹹江交通銀行查訪 決定在大園未到之前行動 因為任務艱鉅 所以黨中央 由敏中的黨中央幾位主要的負責人親自出馬 直接參加襲擊行動 王國章就是這個領導 他們 在安溪 村附近 有一個秘密據點 他們喬莊隊伍由安溪村坐船出發 王國章化妝為國民黨的團長 張白亭 高健武 施作炳 張興來 金煉等人 化妝做衛兵 原來也是扮國民黨 余鴻兄 康金樹掩護 張武就撐船 船在新港靠岸 上船之後 王國章坐橋 前夫後勇 直至保美 下午4點 銀行的警衛要關門 只開了旁邊的門 金煉 上前遞過卡片 經理打電話 他上前搶過電話筒 說拔了槍 指著經理 個個都拔了槍 而且繳了銀行警衛的槍 銀行警衛的槍 也割斷電話線 把所有的行員都關在一間房內 逼令經理打開庫房的門 又擊隊 立即迅速搬了幾袋的銀子 然後撤退 整個過程很輕鬆 即是說 會不會給大家一個啟示 一個創業啟示 之前也有過大陸 假扮這些紀委人員 去抓貪官 一抓到貪官 就對他拳打腳踢 那些貪官更加信 覺得你是紀委來的 所以打完之後 他就會乖乖地交出他的 錢財 說我在哪裏有家屋裏面有多少千萬現金 多少億現金 大家可以拿去吧 結果 假紀委抓到很多鎮探館 其中一個創業方式 我純粹是分享一下中共的創業模式 說多給大家聽 大家 一定有聽過 飛奪盧定橋 飛奪盧定橋是中共創作出來的故事 根本就沒有 當時 解放軍 其實這個叫紅軍 長征 即是走路 走路去到 這個 盧定橋那裏 過不了河 結果他們派出21名突擊隊 爬過鐵索橋 鐵索橋沒有木板 大家知道 中共的說法就是鐵索橋沒有木板 他們只有三條鐵鏈 21名突擊隊 左手就拔鐵鏈 用腳向前進 右手就拿槍 把這個對岸 防守的兩支機關槍 機關槍是我們掃射的大口徑機關槍來的 大笨掌也打得死的 他們21名突擊隊 在沒有死到一個人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攀山攝水24小時 沒有吃過飯 陀著 疲弊的身軀 竟然可以捱過兩艇機關槍的掃射 而將守軍 一個女的兵力全部殺死 一個女的兵力有7000人 兩艇機關槍加一個女的兵力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很匪夷所思 還要單手 一手爬鐵鏈 一手就開槍 將這個機關槍上面的人全部殺死 而將整個女的兵力徹底消滅 染護紅軍大軍渡過盧丁橋 大家可以說過幾次 飛奪盧丁橋 這個是共產黨作出來的 那21個人 是灰龍就可以了 是Ironman也有機會被人打到秘密風斗 7000多人 兩支機關槍掃射 所以中共當然說謊不眨眼 結果後來 他們自己 覺得不是很妥當 改了三次版本 最後改到了 一個年的兵力 我告訴大家真相是甚麼 真相 其實 就是當年 毛澤東因為走路 他看到反正也要走路了 不如我們南下 從 敏北的地方南下 到漳州 2022年5月 他們出了一個 紅軍攻克漳州九十週年 1932年5月5日 他們攻佔了漳州 在漳州 即是福建一個名一 他們到了漳州 把所有的鄉親父老 所有的有錢的家族 全部捉了 威脅要把他們槍斃 結果那些人乖乖地把所有金銀珠寶交出來 足足有三車 那些是貨車來的 大卡車來的 三卡車的金銀珠寶被中共洗劫了 被共產黨一群土匪洗劫了 又是老毛帶隊的 他們攻克漳州 就是 用這個方式攻克的 這些全部有文獻紀錄的 好了 跟這個飛奪盧丁橋有甚麼關係呢 就是因為他們劫了三車的金銀珠寶 結果去到盧丁橋 看守的其實不是國民黨中央軍 而是地方軍隊 他們就透過拿了一車的金銀珠寶 賄賂這些地方的軍閥 人家 就開門迎接他 車也能過的 他騙人而已 不是鐵索橋來的 是連車也可以過去的橋 守軍 沒有開槍 歡迎 共產黨 經過 因為有被賣路前 這個就是真實歷史 共產黨可以作到怎樣 作到他飛奪盧丁橋 這節我們將共產黨的創業歷史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遇到危機 其實不妨 參考一下共產黨的方法 在共產黨的領土之下 用回他的方法 來創業 你覺得會有甚麼後果呢 我也不敢說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聽到這裏都可以 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經濟許可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1月28日的網聚 我們有幾個環節 當然 這個網聚 正常的我們會有節目 也有誓師大會 我們的 起動大會 成立的起動大會 也會討論黑池的發展 當然我們會加入一個政治議題 就是怎樣去應對 或是怎樣去營救黎智英這個問題 之後我們有個巡遊 6點半至7點 我們有個大巡遊 我想估計有150至200人參加的 這個網聚 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我們也會有 之後會吃自助餐 即是是時候的 我們會去吃自助餐 那裏是很大的 可以容納 200人就不行了 我想過百人都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 這個是一個 自願參與的項目 你可以參與又可以 或是不可以 我趕著回家了 我住得遠 也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有興趣留下來 就可以 加在一起 我們去到時也是walk in 到時我們會通知他 我們有很多人來的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 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講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